新界主場 由我主場 歡迎收看建黨百年特備節目 如果我有100年 大家好 我是林雨昕 在剛剛過去的7月1日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香港回歸祖國 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的大日子 但又不知道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國家有什麼不同的慶祝活動呢? 在我們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我們的如果我有100年 還有很多集數 有興趣的就記得看它 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國家主席兼總書記習近平 在國家人民大會堂舉行七一勳章授勳儀式 這次是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 頒授的七一勳章 2017年7月 黨中央批准七一勳章授予辦法 確立七一勳章為黨內的最高榮譽 七一勳章會頒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以及在黨的建設上作出傑出貢獻的黨員 譬如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李大超的孫 李宏塔就獲頒受七一勳章 另外在去年6月 在中印邊境軍事衝突當中 英勇殉職的陳鴻君 也獲得追受七一勳章 建政前、建政至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後 以及由2012年起的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 當中有大量的圖片和歷史文物 為大家展示1921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程 這個展館會在7月1日建黨百年慶祝活動舉辦之後 適時向公眾開放 看到這裏可能大家會說 現在都未通關 回不到內地參與上面的活動 放心 我們香港郵政也都已經在7月1日發行 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主題的一套四枚的郵票 以及一張郵票小型張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郵政局購買 看了這麼多黨慶的慶祝節目之後 見識到國家在這100年的非凡進步 中國共產黨帶領著我們在不同方面寫下成就 無論是脫貧、醫療、教育、還是航天 這100年的成就絕對是有目共睹 如果我有100年 我會希望在這100年的時間 為國家作出更多貢獻 作為香港人 我更加是希望見到人心真正回歸的一刻 見到在台上獲頒七一勳章的前輩 更加堅定了我要為香港、為祖國服務的信念 中國用100年由戰後貧窮 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依靠的就是全國上下一心 為民服務的精神 如果我有100年 我會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利用這段時間 繼承前人的精神 如果你有100年 你會想參與在國家的哪一部分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們分享 新界主場 由我主場 我是林雨昇 期待下一次再在新界主場見到大家 再見 請問三位 為大家有興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